各位同学,国考基础小教室今天进入第六回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版与律师高考行政法的测验题 我们一起来看题目 第一个题目 某市国税局与执行税均基增具体个案时产生异议 乃含请财政部赴税署指示合法适当之解决方法 请你注意这四个字具体个案 如果国税局问林志明这个案件怎么处理 王文阳王有庆关于遗产纷争要怎么处理 问财政部赴税署上级长官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决定怎么处理 你告诉我怎么处理 只是合法适当之解决方法 赴税署一回含 回复该局就该具体事件的处理建议 你就这样子办 这个是我们谈到的具体个案 那赴税署针对国税局问他的具体个案 所为富含之性质为 第一个个别指令 还是行政处分 还是行政规则 还是行政指导 那我们告诉你 当然就是个别指令 因为他有这四个字 具体个案 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 针对个案为具体处置的指示 这个我们称之为个别指令 个别相对具体 其性质非制定 普遍抽象之规定 如果这个指示不是针对个案 而是 类似的案件都是这样处理 那我告诉你 他可能就是C的行政规则 但是他是针对具体个案 所以是A而不是C 好吗 那有没有可能是行政处分 有没有可能是行政指导 一定不会是行政处分的 但是我们倒是可以考虑 有没有可能是行政指导 行政处分跟这边的个别指令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各位我相信你应该记得 行政程序法92条第一项 针对行政处分 它是怎么定义的 本法所称行政处分 系指行政机关就 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之决定 或其他公权利措施 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的 单方行政行为 你可以从这一段定义 定义出来 行政处分有若干的特征 若干的要件 那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 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 行政处分是会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 而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 在下级机关按照上级机关指示 做成行政处分之前 这个行政内部行为不会发生法律效果 所以个别指令 当然跟行政处分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相信你应该可以理解 那跟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也很像是个别指令 行政指导也是行政机关跟人民说 这件事情要怎么做 有很多人可能出了问题 不知道这样子做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他可能会去问行政机关 那行政机关可能会跟他讲 你要这样做 这个是行政指导 那行政指导跟个别指令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也一起看 所谓行政指导 为行政机关在其职权 或其所长事务范围内 为了实现一定之行政目的 以辅助协助劝告建议 或其他不具法律上强制力的方法 促请特定人为一定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 例如我们这一边的交通部 可能会对于一些因为油价下降 应该要降价而不降价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运输公司做行政指导 说现在占你们成本那么高的石油 都已经降价那么多 那你们这边的票价 机票价要降吧 我们这一边客运的价格总要降下来 让我们这边的物价可以平稳 那我跟你讲 这叫做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 是行政机关对人民所为 且是以遂行其职务为目的 依属高权力行政的范畴 是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 但是你要注意 行政指导跟我们这边的个别指令很像 但是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行政程序法所规范的行政指导 是行政机关对人民 而我们这一边的个别指令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 所以 其实内涵很像 但是主体不同 所以 是A而不是D 好吧 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问题 紧接着第一个问题 下面的第二个问题 陈上提 人民如果对付税属资 含付内容 如果有所不符 应该如何究竟 提起诉认 撤销诉讼 提起确认 行政处分 违法诉讼 或者向财政部申请撤销该含 我们跟你讲这三个选项都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 这一个含付 它是一个个别指令 它是一个行政内部行为 它没有对外发生法律效果 有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是行政处分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注意 A B C 课题 标的都一定要是行政处分 所以我们一起看 个别指令 上午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 所以A的选项 提起诉认 撤销诉讼 我直接讲撤销诉讼 行政诉讼法第四条 我们要撤销违法的行政处分 那前提要有行政处分的存在 B 确认 违法诉讼 即使全民应该是 确认行政处分 违法之诉 条号是行政诉讼法 第六条定向后段的规定 以及 向财政部申请撤销该含 那前提要该含是行政处分 你才可以请求撤销啊 如果这不是行政处分 这就是 我上级机关跟下级机关跟你讲 要这样做 但是 在下级机关依照该含复内容 做出行政处分之前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该含复都还没有发生对外的直接法律效果 所以没有办法撤销 所以正确的解答就是第一 须是国税局 依此做成行政处分后 针对行政处分提起征兆时 我们在一并的增值 赴税署针对国税局 他在这一边所含复内容错误的部分 好吗 所以各位同学 对行政内部行为性质的个别指令 如欲救济 则因大下级机关 依该指令具体做成行政处分时 一并增值 故第一次选项 须是国税局 依此做成行政处分后 针对行政处分提起征兆时 一并增值其合法性 这个才是正确的选项 好 我们来看第三题 某假设X县政府公务员 因作业错误 使其每月超额领取新台币 3000元之职务加级 至今购达七年之旧 现该府遇下 假追讨所亦领之家籍 但假拒不返还 这是政府给我的啊 既然已经给我了 已经是我的 你还跟我要 请问该府入如意实现其权力 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A 向行政法院提起 确认返还请求权存在的行政诉授 那我必须跟你讲 我们现在的行政诉授跟民事诉授都一样 原则上采三分法啦 哪三分法 己付确认行程 那各位同学 在民事诉授要提起确认之数 要有确认利益 而我们这一边的行政诉授如果要提起 也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一起看内容 基于诉授经济及最大法律保护原则 确认诉授仅在其他诉授种类 因为其他诉授 行程诉授有行程力 己付诉授有执行力 确认诉授己具有计判力 这个看法都跟民事诉授法一样 无法提供有效之救济时 使得提起之 称为确认诉授的补充性原则 可以吗 这是行政诉授法的用语 在民事诉授 我们就叫做确认利益 好吗 只过我们这边叫做 确认诉授的补充性原则 或后备性原则 行政诉授法第六条第三项 就此规定 确认诉授于原告得提起 或可得提起 第四条撤销诉授 第五条科与义务诉授 或第八条一般己付诉授者 不得提起之 简单来讲 你如果可以借由行程诉授 己付诉授就解决分针 那就不能提起确认诉授 好吗 但确认行政处分无效之诉 不在此限 职业原则是着眼于防止诉授资源的滥用 在此一提起第八条的己付诉授 你简单来讲 钱都已经到他的户头了 他都已经领了七年之久 都已经落袋为安了 你现在单单提起一个确认返还请求取存在之诉 有没有意义 没有啊 正确的做法 你应该提起 己付诉授的返还 这样子在他没有拒绝返还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透过强制执行的方式将钱要回来 好吗 所以A在民事诉授欠缺确认利益 在行政诉授不符合确认诉授的补充性原则 后备性原则 好 B跟C很像 我们一起看B跟C 有什么不一样 B 先一职权撤销该加己核定 C也是一样 先一职权撤销该加己核定 但是第一个后段是 再提起一般己付诉授 C是什么 撤销该加己核定之后 再将本案直接移送至行政执行处 发动行政执行程序 各位同学 我们当然是B而不是C 为什么 B跟C有什么不一样 撤销该加己核定 简单讲 他就不能理每个月三千元的职务加己 他不能理 所以各位同学 你有没有想到 他就欠缺什么 受有利益的法律上原因 所以我在这一边就可以对他主张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 好吗 你可以想一想啊 在民法的观念里面 我每个月给他五千元 我以为我雇了他 结果后来发觉 我们两个之间 我们两个之间 并没有雇佣关系存在 他每一年 白白白从我这一边 每个月白白从我这一边多拿了五千元 那各位同学 在民法 你一定很容易想到这是什么观念 我以为我跟他有雇佣关系 所以我每个月给他雇佣一笔钱 后来发现我们两个之间雇佣关系 不成立 无效 我当然就对他主张 不当得利 同样的 我如果撤销该加级核定 他受领每个月 新台币三千元的职务加级 基本上受有利益 无法律上原因 各位一起看 在公法法律关系内 对无法律上原因 而受领己负责 亦成立返还该己负之请求权 以调整不当之财产移动 视为公法上返还请求权 唯不可否认着 一般公法返还请求权 其结构及目的 皆与民法之不当得利 返还请求权相似 在适用一般公法返还请求权时 应可参考民法不当得利之规定 基上可施 甲虽亦领每个月三千元的职务加级 但其受有利益具有法律上原因 所以X县政府 欲请求亦领加级之返还 应先一职权撤销该加级核定 撤销 因为这是错误的嘛 错误嘛 所以我们要撤销 撤销之后 我们就可以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 你要主张公法上不当得利 请您要注意 就计的方法提起的诉讼 是行政诉讼法第八条的一般级负诉讼 所以B是正确的 那B跟C有什么不一样 C告诉你 直接将本案移送到行政执行处 发动行政执行程序 我跟你讲 要直接移送到行政执行处 你一定要有行政处分作为执行名义 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 你会看许多的法条 你会看许多的行政处分书会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 你如果这个金额不缴 到时我会直接移送强制执行 那如果法条有这样的规范 行政处分的内容有这样子写 那我告诉你 我们会跟你再讲 行政处分的本身就具有执行力 所以当有这种行政处分 而行政处分的本身 法律已经赋予它执行力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直接移送到行政执行处 这个我请你注意 自己看一下行政执行法第十一条 第一项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同学 你一起看 本案如欲 直接移送至行政执行处 发动行政执行程序 前提需有什么 行政机关 本于法律所为之行程或下命的行政处分 而且本于法律所为的行程或下命行政处分 这个行政处分在该法条的内容 本身即具有执行力 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直接移送行政执行处 发动行政执行程序 好吗 这个我跟你讲 很多我们这一边相关要钱的 要法的 好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些相关的法规 像食品安全法规 像环保法规 都会告诉你 你这个法环不缴 直接移送执行 那有这样的规定 行政机关下了法环的处分 你如果不缴 行政机关本于法律 实力安全法规 环保法规下了法环的行政处分 而环保法规 实力安全法规 又说 该法环 如果预期未缴纳 直接移送执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 将你应该缴纳 没有缴纳的 法环 税金 我跟你讲 税金法规也常常有这样的规定 就直接移送到行政执行处 由行政执行官直接发动行政执行程序 好吗 好 所以我们跟你讲 C不对 B才是正确的 撤销该加级核定 让他受有每个月3000元的职务加级 无法律上原因 在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条提起 我们这一边的一般几副诉讼 那向行政法院提起 科与义务之数吗 能不能提起第五条的科与义务之数 各位同学 当然不对 为什么不对 如果你仔细的看 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的科与义务之数 有分第一项 有分第二项 但是我不讲 我也不念 你自己看法条就好 第五条第一项或第二项 它的内容是什么 人民请求被告 这个被告是政府机关 要给我一个什么 行政处分 简单讲 第五条的内容就是 人民要求行政机关要给我做成一定的行政处分 你应该给我行政处分 你不给我行政处分 例如我简单这样讲 我要求你给我建照 我已经申请了那么久 你应该发给我建照 你应该发给我使用执照 你为什么不给我 所以我依照第五条提起 麻烦你做成建照 使用执照 或者让我办理登记的科与义务诉讼 要求中央或地方机关做成行政处分的给付诉讼 第五条的内容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同学 主题是什么 人民对政府机关 内容是什么 要求你做成行政处分 可是我们这里讲的是什么 X县政府 要求公务员 你把每个月多里的三千元职务加息 返回来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一边的主题是什么 政府机关对人民 对不对 要的内容是什么 钱嘛 不是行政处分 所以第一 当然是错误的 这个我相信你应该可以理解 好我们看第四题 第四题又是接着第三题 有关这个公务员 所付返还义务的内容 下面叙述何者正确 X县政府之请求权 性质上为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这个我们讲过了 且在行使该项请求权时 应尊重信赖保护原则 这个没有问题 很简单嘛 我领了七年 如果我自己没有本身做错事 你可以说 抱歉啊 我发错了 所以你要还给我 是不是这样子 各位同学 X县政府之请求权 性质上为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且行使该项权历史 一一行政程序法 第19120规定 尊重信赖保护原则 所以A的论述是正确的 当然信赖保护原则的要件跟效果 这个我们就不多谈了 我只简单跟你讲 A是正确的 B如果贾已经将所义顶之金额 至账户内全数提令 简单讲 公务务员的薪水就会到他的账户 他把这个钱全部理出来 已经还债了 那是不是我们这一遇民法182条第一项 所受利益不存在 而免负返还责任呢 那抱歉不是这样子的 一起看 本于公法上不当得利 法律关系请求 我们刚刚讲 准用民法不当得利之规定 其请求权之行事 反还内反还范围均需 以民法180到183的规定 假虽将所义顶之金额 至账户中全数提令 作为清场债务之用 但是他不符合民法182第一项 所受利益不存在的概念 各位同学 你念民法182条第一项 你应该知道 他采取的是什么 总体财产观察法 而非个别财产观察法 他只看这笔钱 在你的总体财产之内 到底有没有所证益 他不是单看这个利益 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我们单看这个利益 可能存在啊 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因为已经提令还债了 但是从总体财产观察 对啊 你还债了 但是你的总体财产也增加了 本来你有债务 现在没有债务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 不符合民法182条第一项 所受利益不存在的观点 在总体财产的观点 该利益能复存在 能应付返还义务 所以B的论述 错误 好 紧接我们看C的论述 逸领期间 虽长达7年 但尚未超过15年 诶 民法不当得利的时效期间 多久 15年 没错 X县政府能得就全部加紧 刑事返还请求权 对民法不当得利的时效期间 是15年 但是我必须跟你讲 这个地方公法就有特别规定 我们要看公法有关行政程序法 131条第一项前段的规定 他这样讲 公法上请求权 于请求权人士 行政机关 除法律令有规定 行政机关对人民 要行使公法上的请求权 时效5年 那你如果看到下面的规定 当然人民对政府机关 就不是5年的 这个相关修法的规定自己看 所以各位同学 这一边不是15年 而是因为行政程序法 特别规定5年 所以各位同学 尚未超过15年 X县政府能得就全部 加紧行事犯 还请求权 是错误的 因为公法上不当得利 在我们公法上的规定 这里要套用行政程序法 131条的规定 5年 好吗 政府机关对人民是5年 好 第一 若S县政府向甲追讨无结果之际 可能接下来要提起诉讼吗 甲突然病故了 此以返还请求权 人死如灯灭 不复存在 不得再行主张 对吗 不对 基本上 我们大概跟民法的看法一样 返还义务人如以今死亡 倒也不是人死如灯灭 就不需要再主张了 而是什么 遗产限度内 继承人要负法官责任 这个你可以参考行政执行法第15条规定 所以第一个论述 此以法还请求权 不复存在 无法行事 这是错误的观念 好 第四条 我们讨论到这里